诸位同学 大家好 前面 我们将孝之体介绍过 孝之体就是一面圆满的自信 孝之相就是事出世界 大胜大胜 孝这个世界范围就是虚空伐介 一切都包容在其中 孝之行也是儒家讲的 至于至善 在佛法里面 就是佛行菩萨行 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来学习 昨天也提示了一点纲领 佛教导我们从孝亲 宗思 落实 知道孝养父母 养父母之身 要细心地关怀 父母年岁大 照顾父母 就像照顾婴儿一样 要谨慎 要谨慎 要细心 迎是其之 都要留意 在离记里面 在离记里面 我们读到 关于养老的这些教会很多 尤其是饮食方面 一定要选择 他生理所需要的 一定要懂的 每一个人 身体健康状况不相同 需要的养分也并不一样 但是总的一个原则 要容易消化的 容易吸收的 现在 比过去进步多了 提个检查比较方便 检查之后知道他缺乏些什么 需要哪些营养 在饮食里面如何来配合 这是养生的 养父母之身的 养父母之心 父母对于儿孙 对于亲戚朋友 没有不爱护 没有不关心 总是希望儿女 希望亲朋好友 都能够生活过得很好 事业 都能够出人头地 人 年岁越大 越慈悲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 来日不多了 自己这一生 已经过去了 所以 他的期望 都是 若是在 儿孙 年轻人的身上 身体真诚慈悲 我们常讲老婆心切 老婆是老太婆啊 他们的心真正善良啊 纵然过去身中做错事情 修行这个时候也都知道忏悔 也都知道回头 年轻人很难啊 到晚年的时候 容易回头 晚年轻人 文法 修行 成就的人 我们看到不少啊 接触是什么 时间不长 念福 时间很短 但是 往生锐相稀有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我们明了 古阳今来 我们看到 六十岁以上的人 修行成就的很多啊 修行真正有成就 这是大小 那么我们 等着这个道理了 如何帮助 这些修行人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懂得 父母的心 懂得父母的希望 不要辜负父母 不要辜负老师 老师对学生的期望 跟父母对儿女的期望 没有两样啊 所以中国鼓励 学生对老师 那一份感恩 跟对父母 没有差别 只是在丧礼上 对父母有效福 对老师没有效福 除这一点之外 再找不到 两样 人一生 能够生在感恩的世界 这是真正有价值 有意义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在学校念书的时代 少女 父母老师都希望你有很好的成绩表现 你书念的不好 父母忧虑 那就是不孝 平性不好 父母也忧虑 父母也忧虑 孝子 时时刻刻 要让父母心情愉快 换一句话是 样样都要做得 让父母快乐 不孝 与同学之间 不能和母相处 是不孝啊 不听从老师教诲 是不孝啊 我们有没有做到 当然我们的童年已经过去了 想想看 几个人做到了 你做不到 不能怪你 为什么呢 佛法是讲你的 或情或理或法 你小的时候没有人教你嘛 你怎么会懂得 没有人教会懂得 那你是佛菩萨再来的 你不是凡人的 没有人教导你 成年之后 你有了家世 家世要活母啊 家世不活 父母有心 兄弟不活 哪一样不让父母操心 父母对于儿孙那个操心呢 操一辈子 凌尊还挂在心扑上啊 谁能够了解 到你自己你老的时候 也许你有所感悟了 踏进社会 人在世间 一定要有所事事啊 要有一个正当的行业 正当的工作 为社会服务 为政生服务 你对于你的工作 你这个行业 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去做 哪有尽心尽力 不孝啊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司长 由此可知 孝心 也是充塞宇宙 也是变虚空法界 不孝心 是圆满的 孝心 也是圆满的 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 祝佛菩萨 对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感应大教 我们读过 观世音菩萨 所谓 千处祈求 千处印 那是什么 孝行呢 敬孝 敬孝 而已啊 我们说佛 如果您这些 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这个佛经就百读了 做佛的学生 没有别的 佛教给我们 教给我们孝道 教给我们 敬孝而已 各佛菩萨所实现的 就是这么一段事情 懂得孝道的人 行孝敬孝的人 念念 仆度众生 行不行 都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 所以我们对于祝佛菩萨 劣带祖师 要细心体会 他们祝师的行律 向他们学习 韩广章往生的时候 我给他最后 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希望出家人 能做出家人的好榜样 在家人 能做在家人的好榜样 道长 能做一切道长的好榜样 这是尽孝 这是行孝 这是佛心 是菩萨心 现在 时时多多地方的同修 常常给我写信 给我打电话 传真 这些书信 文件 大多数 我都看不到 我知道 都希望 新加坡这个道长 都希望到此地来参许 尤其是听到新加坡 积极筹建 泥桃村 大家都晓得 新加坡地方太小 人口密集 现在 移民到新加坡来 比过去困难的斗了 到新加坡来参许可以 到新加坡来常住不容易 我们欢迎 居士林也欢迎 黎沐言居士也欢迎 但是新加坡的政府 法律 不容许啊 因此 真正发菩提心点 行效 尽效的人 应当把新加坡这个牧师 带回去 你们去建道场 建的道场 一定超过新加坡 为什么呢 古人 常讲 后来 举上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照 你这个模式来建立新道场 你的长处 我们全都学了 学到了 你的确点 我们统统都改进 最后建立道场 一定胜过 以前的旧道场 一定道理 所以我们要找什么人 找孝子 东国古人常讲 求功臣与孝子之门 你们想的功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成 是半死的人也 中 前面跟诸位讲过 孝 这个字 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上 落实在厨师 待人 借物上 就叫中 能行中道 能行中勇 这种人 这半死最可靠了 他能够尽心尽力 没有拼心 没有私心 心里头 大功无私 那叫中 所以 中校两个字 做到 就是 云云满满的佛道 这个人 就是菩萨 就是佛陀 那么在今天 在新加坡 李牧原居士 就是个好榜样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也没有什么高的学历 也没有什么好的经历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医生的毛病 严重的癌症 医生给他宣布 寿命顶多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 他说佛 是个佛教 医生给他这么讲了 他相信 他万年放下 全心全力 奉献给佛教 为佛教做义工 尽心尽力 一分钱不取 这感应到叫 他的病就好了 一生称 叫奇迹 这个就是我们 前面跟诸位讲 叫成愿再来了 过去 他业力 所受的身 他能够发大月 为佛华 为众生 尽心尽力的风 业障 业障效 愿力成就了 这就是沉愿再来 决定 往生尽力 一业业 也业势毫 疑惑 都没有啊 他能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 做不到 去凡夫成佛 在一念之间 一念头转过来 就是佛菩萨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贪嗔痴 放下是非人魔 放下毁欲 放下叛律 放下嫉妒 放下兵魔 我常常跟诸位说的 放下誓欲 你的嗜好 你的欲望 放下贪爱 放下狠义 放下恩怨 一切放下 一清净心 真诚心 大慈悲心 为佛法 为社会 为一切众生 福 这个转变 臭烦入甚了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无论你从事于哪个行业 你是在某一种工作岗位上 任何的身份 都是为众生 服务 为学会 服务 任何行业 也都是为社会 为众生 服务 我们出家 这是一个行业 这是社会上 也要担负起 一种责任 职责 这个职责 要认识清楚 社会教育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所以我们肯定认知 社加莫尼夫 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导师 团结 不同的族味 融合不同的文化宗教 昨天晚上我们参观 巴哈尔教 他们也是这个理想 但是佛法在理论上 在行持上 在教诲上 比他们更踏实 更出色 过去方东北先生讲过 华严经里面 有真实 究竟圆满的这里 他一生所读过的 所学过的 事出世间 这句 没有一样能比得上 华严这句 圆满的理论 都想的方法 后面还带表演 善才同时 五十三才是表演的 做出来给我们看 让我们学习 所以他常讲 华严经是这个世界 最好的 这首表演 他在晚年 可以说实 完全学习华严 在学校里面 开华严 这是 介绍 介绍华严 我们现在 实现的身份 振家的 佛地词 如果您这些道理都不懂 佛地教诲 记不住 不能够认真努力奉行 这是大不孝 不懂不孝 那还有什么成就 不懂不孝 诸位要记住 我说的话 不太好听 也不客气 不忠不孝之人 他的前途 是三国道 三善道的份 都没有 你以为 念这几句佛号 就能往生 哪有那么容易 尽重尽心 念佛的人 决定得生 才能得 祝福后念 隆天永乎 希望我们 共同 明 认真 努力 来修修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